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富房水站 還富移民 退還新房稅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107動力一個關注公帑運用 以及爭取減稅的民間團體 107動力以《基本法107條》作為我們成立的宗旨 《基本法107條》是講特區政府的財政應該量入為出 收支平衡 避免赤字 就著財政司 裁爺 胡蘇貞最近公佈的財政預算 我們認為107動力是一個欺負中產欺騙基層的預算案 因為在富房水站的情況下 這個預算案竟然沒有退稅的措施 新房稅作為每個打工仔血汗錢收集回來的人工 支付給政府作為運作 在富房有盈餘的情況下 應該進行退稅的措施 但是今年竟然有700多億的盈餘 仍然一元新房稅都不肯退 亦都沒有任何減稅 或者增加大幅的免稅額的措施 令到納稅人的生活百常加緊 為何我們同時說欺騙基層呢 在財政預算案裏面 竟然就提出 要把六十元放入強迫金戶口 我們認為這個所謂的強積金 其實就是強迫金 要打工仔九折出糧 令到打工仔每個月 又沒有了一大折的收入 擺在這個迫金制度底下 到幾十歲之後都不知拿得回多少 行政法就超高 連受託人打工仔都沒得選擇 我們認為在沒有改革這個強迫金的程度底下 這六十元的注資呢 如同是益這個基金佬 對基層呢只是一個騙局 所以今天請來曹爺來 要穿著囚犯衣 拿著一個肥佬的預算案 我們歡迎我們身後的立法會 在下個月的會議裏面 是否決這個預算案 勤綁去投票 去囚禁曹爺 我們希望曹爺能夠痛定思痛 將我們作政府的盈餘 能夠用退稅、減稅的措施 去回歸給我們的廣大市民 在下一個月的會議 看到了我在這裡 出了什麼事情 可以看, join我們 我們下次見